截止小编发稿时 美国新冠确诊数又以每日平均增长3万人的速度来到了107万例 死亡人数已高达61,769人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年每月战争中死亡的人数 但是我们要知道 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仅仅只过了3个月 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之强 变异之快 使得这种新型病毒或许没有办法彻底消除 而会像艾滋病 爱博拉和流感等传染病毒一样 与人类长期共存 因此 研制安全有效的疫苗 便成为了控制新冠病毒传播最为重要的一个策略 为此 各国科学家都在争分夺秒的进行疫苗的研究 而就在这个星期 有一则消息令人类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 据纽约时报报道 科学家于3月下旬在蒙大拿州汉米尔顿的洛基山实验室 进行了猴子活体实验 6只猕猴分别注射了詹姆研究所 和牛津疫苗组织生产的疫苗 然后将它们暴露于重度冠状病毒的环境中 现如今28天过去了 泰鲁士报披露 这些猴子目前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十分健康 理论上新冠病毒的观察期为两个星期左右 而此项实验观察期已经达到了四个星期 算是超额完成了抗病毒功效 目前科学家将继续对6只猴子的健康状况持续关注 这是世界首例注射疫苗的活体 暴露于新冠病毒的实验 而中国已于3月16日进行新冠疫苗的临床实验 一期实验有108位受试者均完成疫苗的接种 延令在18岁到60周岁 经过14天的观察后 目前身体状况均良好 而二期实验有500名志愿者进行了参与 每位志愿者于接种当天 第14天第28天和第6个月完成一次研究访试 供需采选4次 目前此实验仍处于观察期 美国也于3月16日 于首次临床实验中 对45位志愿者进行了疫苗的接种 如果此项实验结果安全有效 则美国预计将会于今年9月普及疫苗的接种 而另一个疫情重担区英国 抗疫道路则比较曲折 虽然之前英国政府表示 或将采取无为而至 以实现群体免疫来对抗新冠病毒 但是科学家们觉得这项理论太不靠谱了 于是4月23日 英国牛津大学研制的一款新冠病毒疫苗 开始人体临床试验 与此同时 英国开始制造约100万剂疫苗 希望今年秋天出来的临床试验结果 能证明这100万只已经开始生产的疫苗的安全性 面对死亡率高达50%至90%的爱巴拉病毒 早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研发的疫苗 可实现高效防护爱巴拉病毒 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可预防爱巴拉出血热的疫苗 并且这一疫苗通过了世卫组织领导的临床试验 近1.2万名直接或间接接接触过爱巴拉患者的人参与了试验 有了抗击爱巴拉病毒疫苗研制的经验 相信这次面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 加拿大对6只猴子临床试验的初步成功 也为抗击新冠疫苗的成功带来了希望之光 小编将为您持续带来新冠疫苗的研究进展 大家请持续关注